网友破文反讽的说长知识了 小朋友外带两颗煎包给我 跟老板要一包酱汁 一包五块 连在包上的不用钱 我是外星人吗 不知民间疾苦吗 网友说 奇怪我去买煎包酱料从来都不用钱 也有网友说 内用吃到饱 外带一杯二十元概念一样 只有做生意的才能够体会 更有同行说 遇到过客人 直接整桶酱料拿走 店家留言回复 说物价成本真的很高 所以必须收费 不少人按赞表示支持 被点名的是基隆知名老店 买锅贴煎包等小吃 老板不愿意出面说明 低头做生意 民众认为 酱料另外付费 事先说清楚就好 我就是不会再付 付那个多的酱包钱 如果他要钱的话 那就尊重店家的决定 所以可能有独家蜜糖之类 就还缺监商 店家也有成本的考量 所以我也是觉得可以监商 柜台旁边酱料有塑胶瓶装一罐 还有一袋一袋小包装 旁边告示 多一包酱 小包五元大包十元 就是这个额外付费 引发民众论战 整罐的酱料可以直接加 也不是不给调味 而是另外加码外带才要付费 老板私下透露 之前曾经有客人扫货一班 把他们小包装酱料打批带走 还有小量购买大量拿酱料的 现在原物料涨价 小本经营必须紧紧计较 TBS新闻刘新葵 基隆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